婚姻 不像你拍電影 就是你拍完了然後殺青了 剪接完上片結束 它叫做一輩子的事情 你原本試圖想要從一張婚紗照的拍攝歷程 去理解這兩個人之間對愛情的想像 或彼此的角色關係 我發現沒有那麼容易 終究大家是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叫做我要完成一張相片 然後這相片裡面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 然後和一定程度的對愛情被定格下來的幻覺 我發現婚姻這個題目 是對我來講是一個很複雜的題目 原本對婚姻的想像是有點叫做 談戀愛繼續談下去 但是其實你並不知道 原來你的角色變得那麼多重之後 其實你是充滿陌生跟壓力的 就是對我來講最直接的衝擊就是 就是婚姻開始了 然後我的人生整個都瓦解了 這個真的就是我最心裡的感受 就是結婚不好玩 我其實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你說 你承不承認 你承不承認 我根本就是討厭小孩 可是我都沒有講這些東西耶 婚姻終究它就是會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然後尤其在有小孩之後 我很怕達不到那些標準 比如說什麼樣是一個好的先生 什麼樣是一個好的爸爸 所以我常常回家之前 我必須要轉換一張臉 我要確保我進入家門的時候 我不是帶著某一種很低迷的氣氛 我常常覺得我喝酒時候的那個 我看起來是比較快樂 然後離開喝酒那個狀態之後 我其實是可能是在討好一個世界吧 所以我永遠都還是在有一點在觀察 我能夠找到哪一種角色 視我很舒服 然後我老婆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喜歡這樣的角色 曾經一次的經驗 其實是有關於工作的事情 然後我用不太禮貌的口氣 講了一個我的要求 然後我老婆會問我一句說 你是對所有的堅持都這樣 還是因為我是你老婆 我也是很直白說 因為你是我老婆 你那種語氣在講話 其實任誰聽到都會是一個非常大的不舒服 我現在柯欣寫了一封很長的簡訊 然後我跟他道歉 然後解釋了很多 然後結果他也用簡訊回我 對 然後回我說他其實剛剛也是在想 我為什麼講這些話 其實那個背後可能是什麼什麼什麼 訊息中和解 然後就會開始往下一件事情做 就這樣 就只有覺得我煩 其他我都變好了 你不管是為了求存 還是為了主動積極的希望更好 你甚至不太知道該怎麼回應 或者有條理的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你願意突出感受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美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光這樣我覺得那就一定是幸福了 婚姻對我來講 它複雜的原因是 它不只是人和人的相處 或者你和孩子的相處 它某程度上 它也有一點在反射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 或者你不想變什麼樣的人 或者你想變什麼樣的人 透過這個歷程 然後你找到了更好的自己 你找到了更好的我們 或者透過挫折或失敗 然後更認識自己 我覺得終究是一個往好的階段走的